好 秦皇高端的股票 是全體股民的觀察重點 那今天一早亮燈所跌停 是一個存在的事實 高端的股價過去一年多來 從40塊飆到400塊 漲幅超過10倍 所以變成一個核心的戰場 那關於高端有三個戰場 在網路上這個週末打得很凶的是 二期三期口水戰 今天陳時中也有一部分的回應 那第二個是 昨天的那一紙採購合約 有很多人跳腳 那中間將來的生產製造 跟到貨的過程 也是一個還在引發的變數 那另外一個是股價的飆漲 那同一時間 台灣共同面對的是 除了高端疫苗之外 我們目前真正到貨的 只有兩家品牌 一個是AD 一個是Moderna 而總數目是80多萬 對 現在有兩個觀察指標 第一個指標就是在看說 我們這個到底說 民購 就是由民間出面去採購疫苗這件事情 政府的態度是什麼 所以過去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疫苗採購政策都是由中央來執行 由國家來執行 那到底由民間出面去採購疫苗這件事情 現在政府的態度是什麼 那顯然在過去一個禮拜到今天出現了一些變化 有哪些變化呢 跟觀眾朋友報告一下 今天最新的變化跟狀況是 對於最近你看到的 包括像郭董出來說 他要去跟BNT輝瑞買這個疫苗 買500萬劑 包括你看到佛光山出來說 他要去買中生的疫苗 包括你也看到說慈濟出來說 他也要去代購疫苗 但其實也有三大工商團體 跟政府表達說希望開放企業去購買疫苗 那再來要談現在一個注目的焦點就是 關於政府在週末的時候對於這個國產疫苗的高端疫苗跟聯亞疫苗 都提出了都簽了這個採購的合約 那麼這個採購合約簽下去的時候呢 其實一般來講呢 觀察大概就是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觀察的是說 那你在採購國產疫苗的時候 你有考慮到國產疫苗的進度嗎 因為大家都會認為說 那你國產疫苗看其他的國際的疫苗 到底有沒有一期二期三期臨床實驗都做完 所以在週末的時候 陷入一個很奇怪的爭議裡面 就是到底要二期臨床實驗完成 政府才可以給予他緊急授權去使用 還是要三期臨床實驗完成 才能夠去做緊急授權使用呢 所以在週末的時候 在網路上陷入這樣一個論戰裡面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看一下 兩邊的說法都有點太極端 一邊的說法說這個 二期臨床實驗 現在你看到的AZ莫德納 輝瑞 都是二期臨床實驗做完了之後 馬上就直接做緊急授權使用 但事實上看到這幾家的狀況也不是如此 所以有一派的風向就說 這幾個國際大疫苗 都是三期臨床實驗完成之後呢 他才去做緊急授權使用 但等等好像也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給各位看一下這個圖喔 手版上面呢 其實跟各位寫的講的很清楚 不管是德國的這個BNT的疫苗 美國的莫德納的疫苗 德國的BNT 預計完成時間在2023年的時候 美國莫德納預計在2022年的時候完成 然後這個AZ的疫苗 預計是在這個2021年的12月左右完成 所以各家的三期臨床實驗也都沒有完成 但是你會發現他們都是三期臨床實驗 大概開始進行之後呢 然後才給他們緊急授權 所以把那個切的時間點切到二期做完也不太對 講說是三期實驗完全做完也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客觀的去看事實喔 其實週末的論戰裡面 比較像是兩邊在帶風向的一種做法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要還原事實喔 那另外一個是 政府的這個採購合約其實並不是說 我現在跟他簽下去 到時候我就篤定一定要跟他買 而是他必須要符合就是 我們國家的相關的法規 以及專家學者的審查之後 他通過審查這個合約才會生效 他通過不了審查這個合約也就不會生效 所以這個部分有他的一個客觀條件存在 但他其實最唯一人所詬病的就是 那他的股價怎麼會漲這麼多 因為你知道股價這件事情喔 我在看高端股價的時候呢 去年其實你會發現他從40塊的價格 30-40塊一路漲上來 漲到今年的時候呢 開始呢到了今年年底的時候 翻上來已經翻到一兩百塊了 然後到今年的時候呢 遇到515的疫情爆發的時候呢 他在網上又再拉一波飆高 所以呢今年的關於高端的股票價格 一整個拉到了400多塊 然後到今天呢今天是最神奇的 因為昨天本來採購合約出消息出來了之後 很多人都認為說啊這個價格出來了 今天高端應該要大漲漲停板才對呀 結果沒想要一開盤就直接跌停板 一跌停板之後呢你知道在市場上呢 又出現另外一種人心惶惶 所謂的人心惶惶呢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有人解讀說哇這表示郭董的疫苗真的要來了 因為BNT的疫苗要來了之後呢 所以會影響到高端疫苗的這個出貨的狀況 所以會影響到他的股價 好這是一種陰謀論 那另外一種是什麼呢 另外一種是說哦這表示說 這個時間點利多出境 所以剛好大家都到貨給散戶 所以把它價格打到跌停板 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個台灣的一般的民眾在看高端股票的時候呢 其實存在了這樣的一個 到底有沒有炒股的背後的心情在裡面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你看到有檢察官出來寫了一篇文章說 要去討論說高端疫苗 到底後面有沒有這個相關土力的事實 然後他有沒有把全民當作一個人民的這個 我們講說三期的臨床實驗場 所以像這樣的爭議呢 我認為在後續哦 他還會再延續下去 然後直到大家能夠把它釐清為止 清皇高端的焦慮呢有三個 一個是哦他實驗的進度 另外一個是生產製造跟採購合約 還有一個是股價的暴漲 不過高端今天一早就亮燈跌停哦 今天開始修正了 然而高端的股價 也是這一波核心的攻防 對 因為高端現在會引起爭議的原因 我覺得要這樣講 我們把高端先分做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高端現在很努力在做研發 跟做開發的這一批團隊 這一批團隊他們是很努力 那這個其實國人也都看得到他們很努力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是高端的公司方 也就是高端的這些大股東們 那其實高端的大股東們 為什麼會在這一波裡面 在高端的股價炒作的相關的疑雲上面呢 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是因為高端後面的那間公司叫做基亞 而基亞這間公司呢 你看他跟高端的關係是什麼 是高端本來就是基亞的疫苗部 然後把它切割成為一家獨立的公司 所以就變成說在這裡面 大家看到高端的股價這樣漲十幾倍的過程裡面 然後今天又是跌停板 會讓人家想到當年基亞的過程 其實也是很像 因為當年基亞的過程主打的是什麼 當年基亞的過程主打的是他有肝癌的新藥 那你知道肝癌的新藥這個一打出來之後 這個全世界有肝癌的人有多少啊 有肝癌困擾的人非常多嘛 所以人家想說你肝癌新藥如果出來之後呢 療效非常好的話 那當然對你的預期就會很深 對你的預期深 那你的本夢比就會高 所以當初基亞的股價呢 在這樣的一個肝癌新藥的預期之下 你看他從一期二期一路往下走的時候呢 每走到每一期股價就是往上上去 然後大家就歡呼一陣子 所以當時基亞在金融市場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連續在往上漲的過程裡面 讓他股價漲到400多塊 然後呢他的市值呢一度突破600億 結果就在高端就在基亞呢 在2014年7月的時候 當時基亞是肝癌新藥他的三期 三期試驗報告的其中分析報告 他揭曉揭曉的時候呢 當時市場呢都盯大眼睛在等著看 看揭曉的肝癌新藥三期的 其中測試報告是什麼 結果沒想到結果不如預期 不如預期的結果呢 是讓基亞的股價連續 19個交易日跌跌不休 跌跌不休 而且你不要講說只有基亞一直往下跌 因為基亞當初漲太兇了 所以當年的基亞呢 就像是發動機一樣 帶著整個生技股往前衝 結果當基亞他的這個 我們說三期失敗了之後呢 股價一路往下滑 帶動整個生技股一直往下滑 所以這樣一個暴起暴落的過程裡面 當然就讓投資人對於生技股呢 有一個比較不好的印象 覺得他們會這個暴起暴落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 當年基亞的效應在這個地方 而回到現在呢 你看到像高端的股價 從去年40塊 然後40塊的時候 當時你知道高端的狀況是什麼 一度哦 高端在去年1月的時候 要增資的時候 找國發基金要投資他 國發基金說我不要哦 國發基金做的是 不願意投資高端哦 但是等到高端呢 得到美國國務院的抗原的授權了之後呢 當時政府才有興趣再回過來看說 這個武漢肺炎疫情呢 這個要處理下去 我們需要自己的疫苗 需要自己的疫苗 那就需要高端 所以當這個事情回來了之後呢 高端的股價就從那個時候 開始一路再往上 從40幾塊就開始一路往上 往上的過程就是各位可以看得到的是 他也從40幾塊 然後一路漲到我們現在看到的高點 漲到400多塊然後在今天看到打到跌停的過程 跌到350塊 所以很多人就說這個過程裡面 很像在複製當年基亞的那個背景的過程 目前為止的進度能然是二期嘛 對那目前是知道說他們在規劃就說兩個方向啦 就說新聞的部分是說他們希望到 歐盟的部分去做三期 那目前有個講法是說他們也在觀望說 現在WHO會不會有一個新的方式 就是新三期的方式 因為現在要做到像之前這幾家 像AZ 莫德納 輝瑞那種做三期的方式 狀況時空環境已經變了 所以他們在提了一個新的方法 叫做這個免疫的這個介紹的方式 看能不能做出一個新三期的做法 那高端也認為說 如果這個新三期的做法出來的話 那他們也會去跟歐盟 歐盟如果過的話 也就會去跟歐盟提出那個一個EUA的申請 好嗎? 好嗎?